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星人和飞碟的现象已经不再是阴谋论了 因为有很多的专家还有学者对此也都是有所论述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和大家聊一下 美军公开的一次行动就是阿波罗登月计划 当然了 我们不是和大家说 他们在月球上是怎么插上了一面美国国旗 而是探索一下 那些太空的科学家们是在多次踏上了月球表面之后 都发现了什么 大家知道美国是在1969年第一次将阿波罗11号飞船送上了月球 当年1969年7月20号这一天 全球是有数亿的观众都是用那个年代的黑白电视机的荧幕 一起见证了阿波罗11号的登月行动 那么太空船的指挥官是尼尔·阿姆斯特朗 他身穿着一身白色的宇航服走出了阿波罗11号的登月舱 在月球表面是第一次留下了人类的足迹 完成了人类的登月梦想 那么这也是一段非常难忘的历史 应该说也是一个起点 登月计划是不断发展的 1972年12月 阿波罗17号是第六次又成功的执行了一次载人登月任务 那么照这个速度应该很快会有什么第七次 第八次第九次第十次对不对 但是就在这一次执行第六次登月任务的队伍 刚刚返回地球之后 美国就终止了整个阿波罗登月计划 更让人觉得奇怪的是 当时美国太空竞赛的对手也就是苏联 也是很诡异的在同一时间 就和美国非常默契的一起停止了登月计划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半个世纪都过去了 人类呢都没有再登陆过月球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 人类为什么要突然停止登月计划呢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 美国国家的航空太空总署 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NASA 他们呀也是一直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回答 然后呢根据美国政府的说法是说 因为1970年代开始呢 美国政府财政吃紧了 NASA呢就被迫取消了登月任务 可是呢这种说法并不能让我们信服 也有媒体就报道说 美国曾经是有意的掩盖了一些登月资料 这就有意思了 比如阿波罗11号登月的时候呢 曾拍下了一张照片 太空人在月球表面竟然是发现了 二十几个类似人类的脚印 可是我们知道的是 阿姆斯特朗不是第一位登月的人类吗 这些脚印是谁的呢 并且啊 太空人阿姆斯特朗呢 在自己的自传里就透露了一个情况 他在1969年进行完了月球漫步之后呢 在从月球返回地球的途中 他真实的感受到 有一些外星文明在注视着他 他还说他自己的队友也看见了 在他们眼前就出现了一些不明飞行物 然后就消失了 其实呢在阿波罗11号登月之前 太空人呢就注意到了不少奇异的现象 比如说在登月的途中 太空人呢就看到前方有一些不寻常的物体 起初呢他们以为那是农神4号的火箭推进器吧 于是呢有一名太空人就发出了一个信息 要求地面的控制中心给确认一下 可是地面的控制中心告诉他们说 农神4号火箭推进器根本就不在你们附近 离你们还有6000英里呢 离你们远着呢 于是太空人就用双筒往眼镜去观察 发现啊这个不明的物体呢是成一个L状 那么太空人阿姆斯特朗还形象的描述了一些 说就像一个打开的手提箱一样 而在用六分仪去看的时候呢 又发现这个不明物体啊像是一个圆筒状 还有一位太空人叫做奥尔德林 他说呢我们也看到了有多个小物体 从他们身边呢附近呢就掠过去了 当时呢还有点震动 然后又看到这些较量的物体就掠过去了 7月20号当太空人奥尔德林 是进入了这个登月小艇 做最后的一个系统检查 他突然发现有两个不明飞行物 那么其中一个呢比较大也比较明亮 速度是非常快的 从前方呢是平行的飞过去 之后啊就消失了 在几秒钟之后呢又出现了 而这一次出现的时候 奥尔德林就看到这两个物体中间发出了光束 然后呢就相互连接起来 突然间又分开了 然后呢以非常快的速度就上升 之后就消失了 而就在太空人要正式降落月球的前夕 地面的控制中心突然呼叫他们 说那里是什么 任务控制中心呼叫阿波罗11号 阿姆斯特朗呢就回应了控制中心的呼叫 他说 这些东西打得惊人 天哪简直难以置信 我要告诉你们这里有其他的宇宙飞船 他们排列在了火山口的另一侧 他们在月球上正注视着我们 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 电波的讯号突然间就中断了 其实阿波罗11号也不是阿波罗系列中 唯一一个遭遇不明飞行物的太空船 那么有记载就显示说 在1968年的11月24号 阿波罗8号太空船呢 在调查将来的一个登陆地点的时候 就遇到了一个巨大的 大约得有10平方英里的一个大的UFO 然后呢 他在绕行了两圈之后啊 就再也没有看到这个物体了 而阿波罗10号呢 也是距离月球上空5万尺的一个地方 突然发现 有一个不明物体就飞了起来 然后就接近他们 而这一次的遭遇 后来呢还被拍成了纪录片 在1973年的时候 NASA是第一次公开了一些 登月任务的一些结果 他们是在一份秘密的声明里 NASA声称呢 所有25名参与阿波罗登月任务的这些太空人 都有过在月球上空遭遇了 不明飞行物的一个经历 美国前登月计划的负责人 叫做维赫冯布朗 他就在生前呢就说过 有好几次阿波罗登月任务啊 都是感受到 被某种地外的神秘力量给监控着 那么1979年的时候 美国的NASA前通讯主任 叫做莫里斯查特 也很坦然的说 太空人在月球的上空 遇见这些不明飞行物啊 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并且说 所有的太空船 都曾在一定距离 或者是极近的距离之内啊 被UFO给跟踪过 每一次呢发生这种情况 太空人就会通知这些地面的任务中心 那么这些对于业内人士 可能说是见怪不怪了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却是非常神秘的事件 几年之后呢 当年的美国第一位太空人 阿姆斯特朗就又和大家 透露了一些内容 他是这么形容的 他真的是不可思议 我们都被警示过 在月球上啊 曾经是有城市或者是太空站 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只能说 他们的太空船 比我们的还要优异 他们真的很大 不过这些情况呢 比如说太空人登月的时候 偶遇了外星生命啊 等等这些详细内容 NASA官方是从来都没有公开过 但是有一点 我们能够看出来一点什么 就是在阿波罗11号回到地球之后 召开的第一次记者会 在那次记者会上呢 我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这三位太空人 脸上有任何的喜悦感 没有大家期待的兴奋感 那么这对于 刚刚完成了人类的太空事业的 一个里程碑 创造了人类历史等等之后 之后回来的这三位太空人来说 是不是很令人不解呢 按理来说 这可是一件令人非常兴奋 甚至是激动不已的事情啊 那么然而呢 我们当时看到他们三个人啊 都是不断的低头沉思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的心情 能够如此的低落呢 难道真的像外界猜的一样 是NASA下令了 不允许他们三个人说出实情 不允许他们说出外星生命的存在吗 不论如何啊 关于NASA为什么放弃了登月这个问题呢 是让外界猜来猜去的 那么就有这么一种观点 认为说呢 是出于美国对于外星人 强大科技的一种畏惧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其实除了阿波罗登月计划呢 还有一些特别的天文爱好者 还有一些观察家 还有特异功能的人 都是发现了月球上有一些怪异的现象 1975年 一名超能力者叫做英格斯旺 他应了美国中央情报局 也就是CIA的邀请 参加了一项绝密任务 透视月球 斯旺呢 有一种特异功能 就是千里眼 于是呢 他就运用自己的千里眼这个功能啊 观察了一下月球 帮大家找找答案 那么他倒发现了一些什么呢 斯旺看到啊 在月球的背面有一些疑似建筑物的东西 还有一些呢 有着一些玻璃穹顶的物体 然后呢 他就让自己的意识 缓缓地进到这些建筑物里 可是在这个时候 CIA的人员发现呢 斯旺开始出冷汗了 大家就赶紧问他 你都看到什么了 斯旺说 他看到了一些体型高大的人形生物 而这些生物呢 发现了并且感到有人正在窥探他们 而且这些生物正在试图寻找窥探他们的人 所以说 作为这个正在窥探他们的人 私望来说 就感到非常害怕 这是来自特异功能者的一个证实 那么还有一些研究不明飞行物的专家 更是直接就说啊 月球背面有好几个外星生物的基地呢 2013年 日本有一名天文学家就在月球表面呢 拍摄到了有好几个500米到1000米长的一些黑色物体 他们呢 是以一个自以自行的一个运行轨迹 就快速地穿过了月球的表面 另外 我们熟知的美国的著名物理学家 也就是霍金 他就是一直非常担心人类的安危 他多次警告过人类 不要再尝试登月了 因为在月球的背面呢 很可能存在着外星生物 还有一位曾经参与NASA项目的专家 叫做查尔斯·G·伯恩 他是一名处理月球表面图像的专家 他出过一本书 在他的书里 收录了很多月球轨道器早期拍摄的一些月球的照片 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呢 叫做月球轨道器 拍摄近月区摄影图集 其中啊 就有一些图片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有一些长形的黑色建筑 这些建筑呢 是分散在了不同的地点 而关于这些黑线呢 黑色建筑等等也有其他的佐证 1954年7月6号的晚上 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天文台台长 还有他的助手 就观察到了在月球南半球的一个 皮克洛米尼环形山里边 就出现了一道黑线 过了不久之后呢 这条黑线就消失了 除此之外 1966年11月20号 美国轨道的二号探测器呢 在距离月球表面盆地近海 46公里的一个高空上就拍到了多个金字塔形状的一些结构体 科学家估计呢 这些物体啊都是15到20公尺高的一些高度上 那么是以一个几何形式来排列的 它们的颜色呢 比周围的这些岩石还有土壤都要淡一些 显然那不是自然形成的 随后 原苏联的宇航飞船也发现了这些建筑 1967年的9月11号 天文学家组成了一个蒙特洛小组啊 就发现了在盆地近海 还出现了一些四周成紫色的黑云 那么这一切的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呢 难道说真的是有某种智能生物在月球上建立了基地吗 有人说 月球啊是外星的这些智能生物用来研究我们地球最好的一个平台了 因为啊它距离地球不算太远 而且月球的一面永远面对地球 那么这就意味着 外星生物呢则是可以安全的栖身在月球的另一面 哎 我们刚刚说到的是 月球的一面是永远面对地球的 对 月球呢就是这么转的 可是这个特性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 而这个问题也是难倒了很多的科学家 那么回想在1969年 当阿波罗11号即将成功的登月的时候 许多科学家都是觉得很欣慰啊 认为阿波罗计划肯定可以帮我们解开月球起源之谜 可是时至今日 事实证明啊 这些科学家是高兴的过早了 登月计划不但是没有带回这个答案 反而是带回了比登月以前 还要不知道多出了多少的新的谜团 那么这些谜团都是什么呢 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 我们会在之后继续为大家揭秘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未解之谜 我们会在这里分享很多宇宙的未解之谜 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 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人生体悟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和传播 还有一个事和大家说 因为YouTube的脾气不是很稳定 审查也是越来越严厉了 所以我们在另一个平台YouMaker YouMaker也建立了一个频道 这个平台呢 将是我们未来长期使用的平台 它的链接呢 就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文字介绍 还有置顶留言里了 欢迎大家在YouMaker上注册账号 并关注我们 那我们下次见啦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